为什么我的角色没有摆出理想的姿势 今天就让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我们一般使用 正面提示词产生的图 当你已经了解提示词与描述的用法 接下来 你一定会想要 进一步的控制人物的动作 希望能摆出让你满意的姿势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使用两个工具来达成 一个是3D Open Pose 另一个是Control Net 3D Open Pose主要用来产生人物的参考动作 Control Net的用途更为广泛 主要是可以依照参考的资源来产生结果 也就是这种特性所以有很大的发挥跟可能性 这次影片我们先了解有这两个工具可达成需求 接下来我们选择3D Open Pose 进来后我们看到一副人体骨架 可以透过滑鼠的左右键进行操作 这里配合输出的尺寸 所以将骨骼图尺寸设为相同大小的 宽640高360 点击骨头与节点处 就可以进行轴向的调整 调整出理想的动作后 建议是先 按上方最大的按钮 再按下Download 图片就会下载 回到Text to YNG下方Ctrl NET这边 按下左上角的Image 将刚下载的姿势图片读入 然后 勾选Genable 毛处下拉选择有Open Pose这个 按下Generate开始算图 这里我们快转算图影片 结果出来了 看得出来人物的姿势是按照股价的动作来摆的 影片就到这里了 希望能帮到你 我们下次见